每个人都喜欢得到祝福 对基督徒来说 祝福就是祈求上帝赐福的意思 在每个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 教会的牧师都会祝福 用的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的经文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你们众人同在 另外希伯来书祝福的经文 也都普遍被采用 范围比较广富和丰富 希伯来书13章20和21节的经文说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 就是那凭永弱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在各样善事上承传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藉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时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这段经文有以下的地方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 祈求的对象 也都是赐福的源头 是赐平安的上帝 希伯来书的主要对象 是归信主耶稣的犹太人 他们所了解的平安 Shalom 陷有健康 完美 平安和和平的意思 上帝不单止严厉和公义 也都充满爱和温柔 上帝是Shalom的上帝 上帝充满能力 他曾经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藉着基督的补血 与人立新约 成就救恩 所以他是救主 主耶稣是大牧人 是羊群的首领 保护羊群 是羊的主人 因为爱的缘故 主耶稣会帮助他们 第二 所祈求的是上帝 在各样的善事上 成全我们 成全是完成的意思 如果我们有不完美 有亏欠的地方 救主会和上帝配合 为我们补足 装备 使我们得意完全 所以祝福是祈求上帝的帮助 从心里信服 愿意遵行主的旨意 做主所喜悦的事 以忽所书二章十节的经文说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第三 祝福经文的最终目的 不是为人的好处 而是愿意荣耀归于上帝 直到永远 上帝的荣耀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所以我们用祝福的经文 互相祝福 互相勉励 与赐平安和全能的上帝同工 配合 做上帝所喜悦的善事 使上帝得到当得的荣耀 我们同心祈祷 情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是一切祝福 美善和能力的源头 你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救主 天天你赐福 和带领你的子民 以色列人 过红海 经旷野 就好像木人带领群羊一样 求天父同样做我们的大木人 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大大小小的幽谷 并且赐下恩福 祈求天父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层面 无论是家庭 教会 职场 或者社区 帮助我们 按照你的旨意 装备我们 使我们努力行善 得蒙你的月纳 求主使我们和周围的人 彼此祝福 彼此服侍 你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祷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祷事项 传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智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